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一无一难 他们很心酸 他们说他们的心想比基本工资都还要低 美军的基层 中式的薪水竟然比国军的少将都还要多 我们的国军是因为这样才留不住的吗 今天一块好好讨论 先欢迎今天的来宾 资设媒体人陈辉文 大家平安 前会教官届文集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资设媒体人郑时成 燕迪大家好 2月1号 蓝绿药角逐立法院龙头宝座了 对于民众党摇摆的态度 国民党也开栓 小心支持执政党 后果就是沦为 小绿泡沫化 2月1号 立院龙头蓝绿对决 最大党力挺的韩江沛要对上丽萍连任的游昌沛 和蓝营新柯立委齐聚一堂 邻居党内团集气势 韩国瑜先分享经验给后辈们亲自上课 新柯立委一定要了解 老鹰在悬崖上起飞 那个小鹰很兴奋 第一次要起飞 爸爸妈妈在旁边很着急 只要他展示成功 他就翱翔九天 但如果他失败了 他就掉下去 你就会看到北极湖里 民众党至今态度摇摆高 再上哀哄简直像当初谈蓝白和样 有人说若民众党分裂投票去挺民进党 国民党千万别中计 你再也跑去跟执政党合作 这很奇怪 但我想就是在柯批一念之间 如果上午民众党支持了游启昆 就支持了民进党 下午说要再改投江启成 我是建议江启成拒绝 就是国民党一个都不要 就让你民众党跟民进党结合成一体 就大驴小驴 那这样的话很快的民众党 就像时代力量 或者台联也就没有了 不必玩这种权谋跟游戏 就是开大门走大陆 如果民众党选择支持游院长 国民党当时已经说过了 说服大家一致支持 就是寒江双进双出 表示我们不接受这种 副主席等于是带羞辱式的 民进党执政中天遭关台 NCC打关 思缺十五连败 但相对当三例大股东 违规买中家频道股权 搞媒体垄断 既电视播政论节目严重违规 NCC完全不对三例禁电视 做任何发还 再一档炮轰 简直可耻 一档独霸 一档独大 一档独吞 一档独战 就是造成今天NCC 完全没有公信力 所以为什么NCC的处分 什么都常常被行政法院驳回 因为NCC已经是个不公正 不公正到极点的一个 所谓委员会 某被下架的电视台 每个诉讼都打赢的话 那我建议清德兄 应该在这个时候重整 把这种违反所谓的 言论自由百分之百的 对于这种被撤造的媒体 做出损害损坏的回复 这个两套标准很明显 陈耀祥主委 应该是要道歉下台吧 他应该也要还中天公道 国民党能否兑现承诺 在国会发挥最强载 监督力道 全民都在等着看 立法院龙头之争 还是充满着变数 民众党关键的 八票会支持韩国瑜吗 或者是变相的 去支持韩国瑜呢 每一天都会有新的变数 尤锡棍他就说 其实他跟柯文哲 算是朋友 这个算是 到底是不是朋友呢 他说上次他参选的时候 其实民众党也是支持他的 那么同时他说 反正就是 我不把你当朋友的话 我也吃定你 你会投我 是这个意思吗 而针对国会改革 黄国昌马民进党 你们怎么都没有做回应呢 游徐坤说 院长是中立的啦 那么有一些改革是必须要 这宪政改革的 并不是院长提出来 而是由各个政党党团提出来的 言下之意呢 就是在指民进党团 不甩柯正英所提出的问卷 所以游徐坤 他自己也无可奈何啊 难道这是在给柯文哲碰个软钉子吗 话都已经讲成这样了 但是呢 人家问到 柯文哲你到底要不要投韩国瑜呢 柯文哲还是快闪离开 他一声不吭 所以心里面还在盘算着 郭正亮就说了 其实啊 柯文哲的优先顺序 是绿蓝配 也就是说呢 他们打算的是 院长去投游徐坤 那么蓝投江启成当副院长 那再不来就是要投自己啦 投自己的民众党 好 不过他也强调哦 政治哦 没有这样子哦 赢话又赢赌 就是没有力 这面子全拿了啦 柯文哲你大学的投票率哦 得票率都已经来到26%了 其实呢 已经破了 韩国瑜之前讲空气枪的迷思了 所以你不要再纠结 韩国瑜讲空气枪的那句话了 空气枪哦 如果只是你啊 跟绿营勾结的理由而罢了 那么柯文哲现在还不能够宣布 是他纠结在不同政党利益的计算 韩国瑜若没有选上 国民党为了报复 可能以后民众党提案都不连数 连昭伟也不给民众党哦 好 还有清律的人士也讲了 其实邮政呢 江富虽然对民进党是有好处 却是从民众党的利益出发 目的是武力展示 就是想要展示 现在民众党关键的这8票 所以是非常全盟的 完全就是旧政治思维 民众党明明打着新政治的旗帜 去吸引了所有的年轻人 不过他的棋手势 却充满着旧政治的权盟 展示武力 却坏了新政治的招牌 那么国民党的立委 赖世保也强调 邮政相复 其实不要讲那么多 冠冕堂皇的话 他就是到底的绿白盒而已 可能还会有官位去丢给民众党 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没有关系 那么国民党就变成 唯一强大监督的力量 好 针对这国会改革 现在民众党您看到一直在拉高自己的态度 里面只会有黄国昌一个人 好像代表其他七个人在发言 三党也都在互喷口水 你才没有改革 只有我才有改革 我们请教淑惠立委 如果连游席坤都说得这么清楚了 就是民进党团 他也不会去甩你柯正英所提出来的问卷 那么游席坤自己也无可奈何 柯文哲还在摆高姿态的话 代价而故是不是真的 最后真的就是变成小绿泡沫化而已 今天游席坤讲了一个关键点 说过去民众党也有支持他当院长 是啊 所以现在民众党这八席 就问看看过去那五席 你们曾经支持过游席坤当院长 游席坤到底同意了民众党 哪一些法案的提案 我告诉大家 连民众党跟国民党 当时联署签署了一个法案 是性骚扰有关的 就是公务机关里面如果主管涉及性骚扰 应该先停职调职的调查 以免他全是干扰 这样一个无关政治无关颜色的 只是因为是民众党跟国民党一起联署的 照样民进党封杀 照样否决他 所以投你游席坤当院长要有什么用呢 你游席坤过去曾经对民众党有什么友善吗 没有啊 所以你今天还要去讨人情说 你过去就逃过我 不然你再买一次 过去不是就说蓝白在立法院 都被民进党一党独大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大家知道立法院的提案是这样子 如果你是法律提案 现在民众党有一堆所谓的法律 他想要修法 这个叫做法律提案 他必须要有15个立委的联署 也就是民进民众党自己8个 但他还要找7个 即便你是一般提案而已 一般提案 狗屁刀扎的一般提案 也要10个立委的联署 也就是民众党请全党之力 他都无法成功的提任何一个案子 那他未来一定要找民进党 或国民党来联署啊 如果你今天院长支持了游锡坤 那你是不是以后打算你所有的法律提案 或一般提案 通通去找民进党联署 那国民党是不是要有一种决心 就是好 如果民众党自甘为小律的话 那以后国民党跟民众党 就要保持跟民进党一样的距离 你不要一下子让他说 耶 我是改革的力量 国民党我们一起来签吧 耶 我又是民进党的好朋友 游锡坤的好朋友 我支持你 你不可以让他一直这样转换身份啊 转换到蓝绿都精神错乱了 民众党这一次做了选择就是选择了 你要变成民进党的好朋友 游锡坤的好朋友 你就去打了 没关系 你不要投一个江启臣来给自己平衡 包牌 这个叫包牌啦 我都要赢喔 我两赌都有赌喔 我这个压大压小我通通压了总有一边会赚 不是这个样子喔 不是跟蓝绿两党说 江启臣啊 你可以当副院长要感谢我 游锡坤啊 你可以当院长要感谢我 你错了 蓝绿都不会感谢你的 你硬把这两个人凑在一起 这两个人都会觉得你很不OK 然后呢 真的谢谢你了 以后所有跟民生有关的重大政策 蓝绿都不用跟你民众党谈了 蓝绿自己谈就好了 103席耶 蓝绿加起来是103席耶 有很多法案 蓝绿真的有 一定要互相反对吗 不一定啊 社宅的 青年低薪的 我们的经济的 那很多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民众党当空气啦 谁叫你要玩这种投机游戏 一边赌一个 两边都当选 两边都要感谢我 这个是标标准准的投机 不是投资好吗 这是投机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那民众党是不是意外的促成 蓝绿在国会之间的某一种合作 民众党你要相信一件事情 柯建民宁可跟江启臣打交道 宁可跟韩国瑜打交道 他也不会跟你黄国昌打交道 他也不会跟你民众党打交道 所以以后民进党政府 他有什么政策想要过 他不是去找你民众党谈耶 他是去找国民党谈耶 说不然这样啦 不然你要爱啥 大家来协调 因为我干嘛找一个巴西的谈 我就直接找这个国民党谈就好啦 而且国民党是副院长啊 政副院长 那我们就政副院长自己谈一谈就好啦 韩国瑜跟柯建民谈一谈就好啦 就这样就好啦 那你这是民众党你要的吗 我想是这样啦 国会里面只有两种角色 只有两种角色 没有第三种角色 一种是执政者的应生虫 过去民进党立委就扮演这种 一种是监督执政者的 只有这两种角色 第三种角色就是摆烂啦 那就看你民众党 这三个角色里面你要选择哪一个 好 不过柯文哲在蓝白和总统大选的时候 诚信就已经被很多人质疑了 这一次呢立法院的龙头宝座 民众党到底会靠哪一边站呢 有喜坤说啊 他跟柯文哲算是好朋友 不过另外一方面他也说 国会三党不过半 未来四年立法院很有可能会空转 暗示绿营在国会无法取得主导权的话 立法院就会空转耶 柯文哲他不是口口声声地说 要国会改革吗 民众党要有主体性吗 结果呢还没有投票 又被人将当成小绿吃死死 要是再依此跟蓝军撕破脸的话 那柯文哲他所谓在选前讲的一堆改革 会不会都只是空谈而已呢 惠文哥 各位观众朋友 天气这么冷 我的心更冷 你看方燕迪刚叫我惠文哥 他叫他淑惠立委 他又没当选 你叫他立委 你不叫我惠文立委 我也很想当立委 我是开玩笑 淑惠选得很辛苦 虽败有种 那那个方案提 我继续开个玩笑 那像司成这种比较内行的 就不要把答案 大使千万不要把答案讲出来 我请问观众朋友 站在朱立伦旁边这个人是谁 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叫不出来 没有关系 你叫不出来很正常 在朱立伦旁边这个人 他是国民党现在的立委 你叫得出他的名字吗 他已经当了三年多快四年了 到二月一号就四年了 那你可能叫不出他的名字 说那这个人是谁 对啊 我就问你这个人是谁 可是他是国民党的立委 可是你不知道他是谁 那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昨天郑文燦 因为他是一个新书发表会 郑文燦就很会做人 郑文燦跑去 你看国民党的立委 新书发表会郑文燦去 这就在做人 郑文燦说你应该连任的 国民党怎么没有继续提名你 其实郑文燦是故意的 因为国民党现任的部分去立委 没有一个人连任的 很公平 朱立伦通把他砍了 就没有一个人连任了 但是为什么国民党提名了一个 你叫不出名字的人 他已经当了三年多的立委 这个我又这个 跟大家开玩笑就说 这个就是国民党 前四年2020到2024年 这一届立委的战力 那你觉得很重要吗 其实不重要 观众朋友是这样子的 这个投票是一天 是二月一号投票 这个立委的任期是四年 所以你觉得那一天的投票很重要吗 其实不重要 谁当立法院长其实不重要 那为什么大家把这个弄成这样子 我实在是不懂 在未来的立法院 四年的工坊是什么 就刚刚这个游书会讲 应该就是他的预算跟法案 谁当立法院长 谁当立法院长 你的预算跟法案都要通过 都要经过立法院 又不是说游锡坤当院长 然后赖清德要的什么都过了 不是这样子 或者说韩国瑜当院长的 然后什么案子通通都挡下来的 怎么可能 那既然如此 为什么大家要在这个上面打转 所以我这个隔空呼应赵少康讲的 赵先生说 民众党跟民进党合作很奇怪 民众党跟国民党合作也很奇怪 很多希望下架民进党一定觉得奇怪 你们现在国民党跟民众党可以合作 那你们选前为什么不合作呢 你们如果选前合作 赖清德就不会当选 那你选后合作个什么劲 选前下毒手 骂来骂去 然后选后手牵手 你们是什么毛病吗 你要合作应该是投票之前合作 怎么投票之后再合作 在合作什么 我完全都看不过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从2008年开始 是做单一选期两票制 有所谓的这个政党比例的这个部分区 这一次是第一次 除了国民党 民进党跟民进党 小党全军覆没 连3%都没有 时代力量才拿2点多% 再连3%都没有 第一次全军覆没 那你说小党 像柯文哲这个小党 他怎么办呢 他只有巴西 他跟民进党合作很奇怪 跟国民党合作很奇怪 他自己投自己也很奇怪 他就很奇怪 他很可怜 那你如果你是柯文哲 那你告诉我他跟谁合作 跑去投韩国语 去投江启城 这怎么会合理呢 这也不合理 所以就是 你投票出来的结果变成这样子 就注定了你三党不过半 未来4年的立法院 这观众朋友我的结论是这样子 他会变成马戏团 因为你看到很多立委 最年轻的是黄杰 如果韩国瑜当立法院长 他一定会翻白眼 不然就学那个三道猴子 那边耍宝 不然就是说立法院变成竞技场 那最可怕的是这样 他会变成屠宰场 好 你就看过去4年 我就看这个国民党的立委 那就是这样子 他在立法院咨询的时候咨询什么 他咨询他的狗 他的狗叫做鹿鹿 他为了他的狗咨询 就是有这种立委 那国民党就这样 那你觉得你要期待什么 所以不要期待 就是未来的4年 所以主持人我的结论是这样 就是赖清德要一个体认 就是说你40%得票率的弱势总统 跟阿扁2000年39%当选是差不多 那赖清德 其实不用加重 赖清德他宴请民进党的落选的立委 是千里条桥 从台北市跑到万里 不是赖皮寮 赖皮寮旁边的餐厅 赖皮寮旁边的请吃饭 台北市有这么多餐厅你不请 你要跑到万里去请 那你就可以知道赖清德 他的构型是什么 那你也不用期待说赖清德 未来4年要 我们希望朝野能够和谐什么的 他选前讲成这样 他选前这样子去羞辱侯友宜 然后去骂柯文哲 那你期待赖清德 他现在40%当选总统的得票率 未来的4年不只是立法院 包括赖清德的执政 就是一个乱 那老百姓真的很有兴趣 谁当立法院长 他变成是大选的延长赛 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很累很烦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期待的 我们哪知道你投完出来之后 还要再做这种政治的攻防 谁当立法院长真的是不重要 好 在柯文哲眼中 他对立法院的愿景 到底是国会改革 还是充满着政治算计呢 现在传出了民众党正在盘算 要分裂投票 院长要投游锡坤 而副院长要投江启臣 郭正亮就认为 目前柯文哲的优先顺序是绿栏核 或是要投自己 但是有绿营的人士就说 虽然柯正英分裂 对民进党有好处 但却是从民众党自身利益出发的 目的就是要展现他们民众党很厉害 是这里面关键的发票 而这是很权威 很权谋的旧政治思维 明明柯文哲就是打着身影年轻人 他们是一个新政治旗帜的口号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好 虽然过去柯文哲 他义无反顾的拼一次 他换到的是多三席的立委 却搞砸了政党轮替的机会 现在如果在立月的起手势 又是这样 充满旧政治全盟的盘算 难道柯文哲为了要展示 关键小数的影响力 他可以去拆掉自己的招牌吗 介大使你怎么观察 柯文哲他现在不讲话 昨天人家问他说 你是不是要支持这个韩国瑜 他不讲话 他讲不出话来 因为柯文哲他没办法做决定 有人说现在这个民众党里面 有好几派 好几个大派系 第一个派系是 你猜是谁 柯妈妈 对 第二大派系呢 柯太太排第三 那第二个是谁 第二个是黄珊珊 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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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是网路上在传的 我认为很有道理 所以跟各位分享一下吧 不过我认为确实也是如此 柯文哲事实上 蓝绿蓝白河的时候 他也是同样的犯了同样毛病 忧意不决 到最后呢 就是这个三派人马 最后把他绑架掉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 他还是犹豫不决 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怎么办 不过这个已经看出来 就是说这个民众党 已经快被看破手脚 他们讲了好几次 团进团出 又说开放投票 到末中一世 讲的话的人都不一样的人 那所以我觉得 这个对民众党是一个 怎么讲呢 是一个生死的抉择 他第一步走错路以后 他就掉下悬崖跳一半 那老百姓就已经 留校查看 因为在这个国会的这种 所谓的这种 内阁制国家 只有两种政党 不管你大还是小 没有奇强的 只有一种党叫执政党 一种叫在野党 只有这样子 你以日本的政治为例的话 日本现在公民党 他是执政党 他几席啊 可是他跟 他跟自民党合在一起 他就属于执政党 没有什么 你还有在野党了 所以你只要票投了 重要的投票 你投了这个执政 执政党 你就你跟民进党在 你就是执政党 民进党现在台湾的 政治属性就是执政党 那你还做什么反对 反对是不能分裂的 反对就是反对到底 忠诚的反对党 就是站在反对的阵营 所以这种走中间的 那柯P讲的什么 我们要创造一种 新的台湾的政治文化 那之前那个民进党坏透了 这些人要如何如何 那就是骗人的嘛 那你以前讲的话 现在就证明你是骗人的 对不对 你如果今天你取得了执政地位 你可以找到 可是你现在你就是 民进党给他什么呢 你一定是有好处嘛 那现在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说柯P管不住下面的人 下面的人呢 大在 我上次听人家分析 他现在八个委员里面 所谓的不分区里面 有六个都是绿底的啦 对 最近他又任命了他的一个新的秘书长 有人说 那位老熊好像也是绿的 是不是已经在串联了 所以呢 我觉得 柯P现在应该出来先教训一下游锡坤 你太小看我了 对不对 你看游锡坤讲起柯P 讲起这民众党 是看不起他们才这样讲的啊 对不对 你是我的囊中之物 你到时候就是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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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如何如何 然后你记得郭 那位那位那个民进党的立法院党编 那位柯 柯 柯 另外一柯 柯杰明 他说 那个八票没用了 是没有用的啦 根本就看不起民进党 不是民众党 所以呢 我觉得柯P现在内心很挣扎 可是问题他三大派系 现在还没有搞定 他是弄不清楚 可是呢 你想想看 我们叫黄珊珊来讲的话 他哥哥要做 要做民进党的国防部长 对不对 他哥哥还有那个浅贱的案子 搞浅贱的 搞浅贱的案子 他怎么会跟你国民党就合作呢 所以我觉得啦 以前我们我们的年纪稍长以前 我们都读了以前很多讲公家言 讲公是战略学家 他怎么讲 物是敌之不来 事无有以待之 不要什么都靠别人 现在就准备五十四票 就好好靠这五十四票打天下吧 人家要来 要合则合 要不合就算了 对 不过我赞成这个赵少康的讲法 我们绝对不 绝对不要去接受那什么副院长 那简直是 比讨饭的还难看 好 现在这个选择 对柯文哲来说非常的重要 学者刘碧荣就认为 其实柯文哲你可以卖人情 去按住蓝营 凸显出自己不会轻易的被绿营收买 不过刘碧荣他也感叹 现在白营有人经不起政治权位的诱惑 如果统一了绿白河 那么民众党他就彻底结束了 因为到时候柯文哲的民众党不只会失去他的政党的特色 而且也会失去他本来说的要制衡绿营的能量 那个辉文既然开玩笑 我开辉文一个玩笑 我们这个是政论节目 不是魔戒首部曲 你刚那个人公布名字都不知道 刚那个人 刚那个人叫张玉梅 是国民党的不分区乔选立委 不会辉文不比 我真的没有看过这个立委 说老实话 因为他在平常是没有出来的 但是立委 其次多其次少是一回事 你的作为是另外一回事 刚刚淑慧讲得非常好 世界各国 我相信介大使非常了解 没有哪一个政党是依照议题来支持 现在支持执政党 然后下一次支持在野党 没有这种角色了 我觉得民众党把八席当成八十席再选 柯文哲现在 这个全大四大 刚刚拿了三百多万票 底下人或许会听他的 然后刚刚我们介大使也说 团进团出 我现在已经没有团进团出了 已经没有了 你知道吗 大家都想自己的方法 我想请问一下 黄国昌 黄珊珊 陈昭芝这些人 会投韩国瑜吗 那不会对不对 那如果他们不会 他们现在会听科批的吗 以前我们一般的两大 两大政党 那个不分区立委都是投票部队 这八个人能够当投票部队吗 这八个人非常强势 现在是 大家一起好像八个人站一排排排站 然后大家拿了一个同样的牌子 可是问题是 等以后科批慢慢下去了 那个山头就跑出来了 韩冰曾经开始就预设说 一开始这些人就会有路线之争 显然这个路线之争已经出来了 靠这八席不稳当的立委 要来这么过半也好 要来怎么样也好 我认为都非常非常的危险 所以我认为 国民党就照自己的五十四席 刚刚介大使说了 你有多少案子 你有能力通过什么案子 你就自己通过自己的案子 靠这八席 你给他吃死了 而且你知道 国民党那时候最近传说 这个五十四席 有两席不稳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官司 我跟你讲 不用怕 国民党就是要照自己的风格 就走下去就对了 不然的话 给民众的八席吃得死死了 那五十四席 变成没有用了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新的立法院的生态 只要蓝白有共识 就不再是民进党一党说的算了 那柯文哲不是抱怨吗 年轻人投票率太低 和他只能够稳居老三 他喊话要退不在籍投票 那么现在 蓝军也提到了 在新的会期 他们也要来提 不在籍投票的修法 我们来看看 其实呢 不在籍投票 在国外早就行之有年了 只是台湾没有办法 好 我们先不说 包括了美国 日本 韩国 这些国家早就在做了 美国有通讯投票 那么韩国呢 也设置了旅外选举管理委员会 另外我们邻近的啊 包括了印尼 菲律宾 也都在台湾 有设投票所 可以让宜沟可以参选大选投票 印尼呢 有现场投票 或邮寄投票 反正都可以让你不在籍的投票 菲律宾你也可以先登记 再到使馆来邮寄投票 反正呢 所有方法都可行的 不过这个想法提出来之后 我们看到立委还是 死都不要耶 我们看到立委 柯建民他就说 不在籍投票问题很大的 台商如果在大陆投票 恐怕会被干预 而立委洪生汉说 最重要的是要让投票行为 可以受到信任 才会有所谓的公平 那大家才会接受选举结果 而张鸿路说 大陆借选严重下通讯投票 是不是自由的意志呢 在非自由民主地区如何投票 反正呢 就是不要 都是推给大陆的借选 那赵少康就说了 2019年印尼大选 有27万的印尼移工 都可以在台湾 来行使投票权 到底为什么人家印尼可以 我们台湾就是不可以呢 赖世宝说 民进党执政了八年 对不在籍投票 可以说是百般阻挠 在疫情期间呢 剥夺了几十万被隔离者的投票权 怕台商军工叫这个不投民进党 所以呢就不开放啦 其实所有不开放的理由都是为了政治 你说的什么公不公平啊 自不自由民不民主都是假的议题 民进党最爱抱美国大腿 那你为什么不去效仿美国所推动的法律呢 你去扯戒选来 只是掩盖不想推动的意图 其实不是只是我们在说而已 包括了CNN记者来台湾 观察我们的大选 都说台湾没有办法远距离投票 是非常老派的 尤其民进党不是一直在说 我们有连日本人都羡慕的天才IT大臣吗 我们烧了上百亿去成立的数发布 到底为什么人家印尼 菲律宾都可以做到不在籍投票 台湾至今都没有办法推吗 难道民进党觉得台湾都比人家差 还是觉得台湾的百姓明智未开呢 苏惠元 反正说穿了 只要不是投给民进党 都是被干预 都是不可信任的 都是被戒选 如果在大陆地区 然后投给民进党 就可以 你看在不自由地区 你还投给民进党 这个好棒棒 之前大家记不记得 这个赖清德第一次称赞大陆网友 是什么事 所以民进党自己传说说 有大陆网友看了在路上这次CF 泪流不止 然后赖清德就很得意地讲这件事 说这个时候你还蛮相信 所谓大陆网友说 那你连台湾人在大陆投票 你都觉得说不可相信 你怎么知道人家一定不会投你呢 我不知道民进党是怎么样 但是在国民党里面 我们的党主席选举 连海外党员也可以通讯投票 把票寄回来 民进党的海外党员 难道没有权力选党主席吗 我相信民进党的海外党员也是有权力选党主席的 如果说党员有权力选党主席 那么公民有权力选我们的总统 这不是一样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总是技术性可以解决 今天所有的事情都拿莫须有的大陆借选 然后就来进行言论管制 网路管制 投票管制 抖音要封 不在籍投票不行 大陆人士来台要管制 所有的都是一个莫须有的所谓的大陆借选 事实上我看到民进党借选的痕迹更多啊 对不对 那民进党就可以借选 你借选就是爱台湾 美国借选就是爱台湾 然后别人借选都是害台湾 没有这个道理都是你说你赢的啦 那再来柯市长说年轻人的投票率过低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知道年轻人投票率过低 事实上大概要等半年之后吧 我们的中选会会有资料库 他会去做这个男女性别的这个统计 还有年龄层的统计 作为学术的调查 所以如果大家去看过去的选举资料的话 你是找得到就是这一次的投票率 20到29岁有多少 那柯文哲你是怎么知道这一次年轻人投票率过低 我到处看到都是年轻人投票啊 那如果年轻人不愿意为你而投票 那就是不支持你啊 那有什么好说的 出来也不会投你啊 好 面对蓝莹提出了 要为不在一起投票来修法 柯建民说可能会有大陆借选的问题 先前呢台湾民意基金会民调的显示 有超过半数民众认为大陆借选不严重 民进党政府修法去成立专责单位 甚至呢还让所谓的认知战的专家 什么样进到了立法院 怎么搞这么多 到现在你还在怕大陆借选 我们请教接大使 难道只要呢大陆存在的一天 台湾就不要推不在一起投票吗 这个你只要反对 你就有很多很多这个理由啦 那大陆有可能投你民进党的啊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说呢 不是所有台商都是投不投民进党的 也有啊 对 这是他的判断啦 这个问题我自己有点发言权 为什么 因为我就被剥夺了很多年 因为我要工作的关系 我过去有很长时间都不在台湾 都在国外 每次选举的时候我都在国外 我在看热闹 我们很多同仁都想说 奇怪我们也是中华民国国民 对不对 我们这个选举权 事实上是宪法保障我们的基本人权 作为中华民国的人 这个国民的权利啊 那我们这个被因为技术性的原因 还有这一些 譬如柯建民啊 还有什么洪生汉啊 洪生汉怎么听过这个名字啊 他已经第二次当选不分区立委 上次是不是有一个什么骗子跟他有关 骗子跟他没关 没关 对 那还有一个这个叫什么 张鸿路 这些人还亏他当立法委员呢 你知道这个案子基本上的问题是什么 他剥夺了我们很多国民宪法保障的什么 投票权 这个为什么这种居然这种人还敢放言高论 在我们台湾这个社会放言高论 我跟你讲 基本上就是台湾民智未开 真的是民智未开 这是牵涉到每一个人的权利的 这是宪法给我们的权利 我们说实话 缴税没少缴一毛钱 然后当兵再当兵 遵守中华民国法令 小孩都受中华民国教育 这是我们做国民抑郁都尽了 权利呢 被这些人剥夺啦 被这些人剥夺啦 这些人基本上欺负什么 欺负台湾人怎么样 有很多人对自己的宪法保障人权跟权力的 意识的淡薄 所以呢 这种言论就是呢 这种作为 就是我们人民容许少数政客跟政党 基于他自己的这个权利 剥夺了宪法保障给我们的投票权 所以这个这个基本上 所以这一次外国记者到台湾来发现说 你们不是什么台湾 亚洲民主橱窗吗 他说你们这些人还要回到家乡才能投票 然后呢 不在籍不在籍的还没有投票权 印尼老老是这样 全世界你去查查看 哪一个国家没有不在籍投票 所以呢 我觉得啊 这个案子啊 实在根本 如果人还出来反对的话 你就晓得这个我们这个社会啊 我们这个社会有多落伍 我们的老百姓对自己权利的认识有多落伍 那这种情况我觉得国民党推出来是非常好的 然后呢 我相信啊 我相信啊 如果将来在投票上啊 哪一些民进党的委员还要反对的话 大家都记得他 他们是什么 完全剥夺我们老百姓的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跟我们的权利 这个根本问题在这里 你任何理由都不能够剥夺人民的权利 而且现在呢 这个是严重的剥夺 数百万人的权利 不是那个三五万的人权利 数百万人的权利 那你这个理由通通不成立 通通不成立 所以我觉得历史要记得一笔 我想起来了 是不是他这个 是不是有一次 有一次是什么 有一个什么 也是跟那个谁一样 跟那个罗志正一样 传出来一个骗子 是不是 好像是他 我记得好像是他 反正啊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在二十一世纪 自称是好民主进步的政党 居然这样啊 敢公然的剥夺 然后呢 怎么样呢 践踏一个国家国民的宪法保障的投票权 这个是要受到历史的谴责的 好 学习下我们马上回来 选前三例违规入股了中家 结果昨天主管机关却只罚中家 不罚三例 这让自家的委员都表示不满 好 这是不是真的是明目张胆的 在护航绿媒呢 包括过去我们看到静电视也传出了 有政府高层施压 让他们的执照申请 可以一路的开绿灯 原本呢 是拿到了执照之前 保证不开政论节目 结果却在大雪期间 他们广腰鸣嘴上节目来评论 被抓包之后呢 静电视说呢 这只是调查报道而已 并不是政论节目 直到选后 主管机关才才罚一个警告 这很像是你杀了人 人都死了 然后你之后再跟人家说一个警告 这完全是不痛不痒嘛 我们要请教霍文哥 我们刚才提到三例收购中家股份 这明显这赤裸裸的就是媒体的垄断 如果卖股份的中家都可以被开罚了 这不就表示你主管机关认为这是错的啊 那为什么罚中家三例还可以免罚呢 对 这个1月13号总统大选的结果 如果当选的是侯友宜 或者当选的是柯文哲 我认为在未来的四年呢 有可能会把52台还给中天 有可能 那观众朋友知道 最后当选的是赖清德 那赖清德是不会把52台还给中天的 大家不要再做梦了 那为什么柯建民呢 他是民进党的万年总召 柯建民会把这个即将开议的 这个新的立法院的这个NCC的人事同意权呢 这个当成当务之计 因为柯建民知道 这个案子要过有难度啊 那到时候就看这个赖清德的这个 总统府啦行政院啦 要提哪七个人啦 去当NCC的委员 那这时候就是刚刚大使啦 施承兄还有这个淑慧提到的这个 这个国民党 或者这个民众党 你在立法院 你要对这些新的NCC委员 那他们的态度是什么 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这个中家的案子 其实一般的观众朋友是听不懂的 简单来讲就是当初 有另外一个买家要去买中家 那出来抗议的是谁 出来抗议的就是黄国昌啊 出来抗议的就是馆长啊 现在国民党一对人说要去跟民众党合作 所以说你说黄珊珊黄国昌 我也不期待说他会去支持韩国瑜 或者支持国民党的政府院长的人选 因为他本来就是跟你对着干的啊 所以观众朋友你看这一年来 我们在这选举 像之前的哈远宜 或是今天来的这个方言 我的立场没有变 我就反对蓝白和 你什么蓝白和呢 到底要蓝白和什么呢 柯文哲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所以其实主持人 我很挫折的是选前 因为我这个很生气 我希望柯文哲录影片 柯文哲站台的国民党的小七 我希望你们通通落选啊 结果落选的是有鼠会气死我了 然后那些有几个真的是叉叉的 柯文哲在肇事 他跑去旁边那边摇席呐喊 然后被民众党的人修理说 你看你们不支持后仪 你们跑来柯文哲 结果当选好几个 那这些人我就不点名了 待会儿现在还有一个要来 我就不点名了 可是我给你揪惨 那这样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说九二共识是下跪投降 他说九二共识是排泄物 这种人你要跟他合作 到底要合作什么呢 我也完全不懂 所以观众朋友是这样子 你说这个NCC十连败 还能标题下这个十五连败 到底几连败我也搞不清楚 十个官司十五连败 没有 现在我把它讲完了 OK 那NCC非常不高兴 他就骂郑士山这种人 新闻稿否认 他讲什么呢 NCC说所谓的几连败并非事实 所以以后真实人去的节目 NCC要开罚单了 我是开玩笑 他讲什么呢 再说26件的裁除案 我们有14件是胜诉确定 好不好 你看NCC应该表扬我 你看我都帮NCC澄清 26件的裁除案 有14件胜诉确定 那我请问NCC 那另外12件呢 另外12件你为什么不谈呢 你说我赢了14件啊 那另外12件是什么 是冤错假案吗 NCC你现在是在认错吗 26件我赢了14件 那另外12件是什么 我不太了解你的标准是什么啊 对不对 你说中天做的新闻是完美吗 没有人在做完美的新闻了啦 我们又不是大爱台 怎么可能做完美的新闻 那你以这样苛刻的标准 去叫中天关台撤照也几年啦 那你有用同样的标准 去处理其他的台吗 没有啊 那没有的话 那我不太了解 你为什么就是独独 就是这样子处理 所以主持人我的意思说 当这个新科的NCC的委员 被赖清德他们提名的时候 这个人事权是要送这个立法院 虽然我们没有完整的听证的程序 可是在野党的立委 是可以提出这个询问的说 那你的立场是什么 你觉得中天应该被撤照吗 你针对这12件NCC输的这个官司 你的立场是什么 如果你新的NCC的委员 你还是要像陈耀祥一样的话 那我不太理解啊 那换什么换 对不对 那我当然知道 世代清德当选啊 我当然知道国民党在立法院没有过半啊 可是我是要告诉大家 不是只有侯友宜跟柯文哲落选而已 很多我们期待四年八年 被蔡英文民进党胡搞狭搞的东西 结果我们还要再等四年 那谁要负责 所以主持人我的结论 我请问大家 下架民进党失败谁是战犯 下架民进党失败谁是罪人 好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好 选前三例违规入股中加 结果呢 这主管机关却只罚中加 不罚三例 这已经是非常严重的媒体垄断的问题 却能够罚中加 但是三例可以全身而退 我们请教施诚哥 这跟中天已经是 已经完全不能够只用双重标准来看待了 你知道吗 就是明摆着 你只要言论跟我对立 我就帮你扣帽子 我结论是这样 不是 不是 结论太早了 你知道就是 我现在呢 中天没有做的事情 我要硬扣在你头上 我就故意把你52台给弄掉 可是呢 包括三例 包括刚刚这个没有讲的静电士 他们真的做了违规的事情 三例 这是违规买了中加的股票 包括静电士 违规做了政论节目 可是NCC却不罚 NCC完全没有罚 那请问一下 这是什么样的NCC 这还是个独立机关 那中天一路 刚刚这个惠文讲得很好啊 你26个官司 你说你赢了14件 那你12件是不是输了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政府机关可以这样乱搞民间的这样的一个电视媒体 然后输了一半 然后我不管我的是正确还是错误 我先把你的这个频道下架 你知道经营媒体非常辛苦 很花钱的 你知道你让这个中天52台下架 你知道中天多花了多少钱 这个一般的 一般的老板老早就撑不下去了 我意思说NCC为了你的这个乌纱帽 然后随便下架一个媒体 然后现在输了这么多场 然后呢 这个甚至中天到NCC 说对不起 你下架52台是不对的 我这样子我还求偿 结果一审中天是胜诉的 你NCC在搞什么鬼 他们说现在赖心得上来了 不晓得NCC会不会改变 对不起 我说明朝在的时候 东厂没有下架 很惨 我们台湾现在有什么言论自由 连一个站在中立角色去监督媒体的 监督政府的一个媒体都被扣帽子下架 而且我你没有做的事情我全部扣在你头上 然后那些支持执政党的那些媒体 我做了的事情 警告 台湾没有什么媒体自由 谢大使出使过这么多国家 没有哪一个国家敢随便动媒体的 对不对 我随便让媒体下架 然后媒体 然后就没有了 而且我用的理由 还是不存在的理由 这样我们说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民主的地方 我认为是鬼扯淡的 所以大家如果我们的执政当局现在因为下不了价 52台湾回来真的非常辛苦 就算我们官司迢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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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打打打打 然后最后都赢了 NCC那个任命的人 我觉得还是很难变成不是东厂的角色 好 谢大使你怎么看 三立有收购中加股份 这是明摆着就是赤裸裸的媒体垄断 那怎么会是卖股份的中加被开罚 可是三立却可以完全免罚 这就是荒谬的地方 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收买账物 收账物的人有罪 卖账物的有罪 对不对 这双方都有罪的 所以怎么能说这个只罚这个不罚那个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摆明的护航 这个应该是中立的机关 可是它有立场 它基本的立场 我想就是说我们这么多年 看下来就基本上 你如果说替这个执政的 这个绿色政权 你替它涂脂抹粉 歌功颂德的话 你就会得到它的护航 它这个NCC就是护航 涂脂抹粉 歌功颂德的媒体 你要真正监督制衡 发扬媒体应该有的精神的话 那对不起 就是把你打压下架 所以看是哪一种媒体 你如果是属于替执政的绿色政权涂脂抹粉 然后歌功颂德的话 那你就是怎么讲了 免死金牌一面 什么事情都没有你的事 要罚罚什么 罚对方 所以今天就是说中家的话被罚 实在是购冤 可是中家也不会叫 反正中家它的股份 有一部分也是现在 也是三立的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机关 你不要以为它应该是独立机关 它就会独立 那是我们的幻想 完全看似什么人在掌握 在陈耀祥这批人的掌握之下 他就是把一个独立机关 做成一个怎么样 民进党 中央选举委员会 下面一个什么 文宣部而已嘛 对不对 而且他这个选举是 八年来都存在的 那就做一个文宣部而已啊 对不对 那文宣部很简单嘛 责任就是怎么样 就是奖励自己的朋友 惩罚别人敌人 什么民主 他拿了八一七万票 他就会 他就会